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研究问题 提出对策 策略 规划 要看怎么样来做这件事 怎样跟敌人竞争 坐之而知动静之力 初步去坐坐看 坐坐看以后就可以知道过后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他的动 他的静 上哪边 那么第三个 行之而知死神之力 行之有一点像是暴露一下自认自己的做法 暴露一下行 做一点假动作 然后去探知一下敌我双方的兵力的配置大概是怎么样 所以行之啊 这个行就是把它表现出来 行嘛 把它形 形矣 让他的行能够做一点暴露表现 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 角之呢就是开始有点角度有点接触 打拳局的时候 刚开始的时候 两兵刚开始第一局的时候 或第一回合的时候 都会做一点测试 然后开始呢 拳头有点接触 试试上对方的权力 硬不硬 他的力量如何 然后来看看呢 到底呢 我跟他对方的一个对比大概是如何 任何事情其实都一样 破裂不了这四个步骤 特之 做之 行之 角之 那么最近想到事实上我们大家在管理学院所学的一个 大家可能都听过一个叫PDCA循环 没学过 听过吗 PDCA循环 Plan to check action 这是在你们在匹区管理的时候 在申管理的时候提到的 那么Plan 就是测试 Do 就是做之 对不对 做完以后在来做什么 他说check check 什么意思 什么是check 确认了 check是确认的 你做了以后 你干嘛要check呢 你有Plan 你把它do 然后你干嘛要check 检查 确认 如果确认的话是确认什么东西 检查 就是检查以后才可能有确认 对不对 所以不是一开始就确认 就是我们做了以后 然后看看我们做了怎么样 做了有没有完全按照我们原先所想的 所规划的 所推测的 所测枝的那样的结果在进行 所以如果你的策略只提到在想象的层次的话 你的策略不一定可行 而且说不定呢 你的策略可能不见得使用 所以要破破 Do Do Do完以后就没事了吗 还要check check看看你做的方法对不对 而且做了有没有完全按照你原先规划的 你的计划而行 然后check以后为什么最后一个action呢 对 check是确认自己的概念问题 以及做在执行的过程当中有哪些不足 而且做应该怎么做 那最后的action跟刚刚的do有什么不一样 第四个步骤的action不就是do吗 付出行动 第二步骤不就是付出行动 不是做的吗 所以你可想的是第一个 第二个步骤的do 跟第四个步骤的action 注意这是一个循环喔 p d c a 然后再来是什么 还是p喔 所以你的action跟p又产生什么样的关联 action是针对不足的地方 针对不足的地方 检讨不足 检讨不足 还要在plan 所以你会发觉呢 做一件事情啊 理论策略去执行这件事情啊 如果以p d c a 来看的话 一样的 虽然它是深管里头的一个循环 可是事实上这是代名啊 品质管理大师 他提出来的任何管理的作为 其实都可以用四个步骤去看它 不要简单看这个plan to check action p d c a 循环 你认为这只有在深管里头才需要做这样的事吗 在策略不需要这样做 在组织里头不要这样做 你想毕业要不要这样做 你要找工作要不要p d c a plan 那你的plan为什么会成功 为什么别人plan不会成功 因为你的plan有符合实际 符合你自己 符合你家找的行业 你的plan是根据什么东西而来的 plan是根据什么而来的 你如果把它当做是一个循环 不断的循环来看的话 你从哪个地方切入进去 你就发觉它的前面那个步骤就是你的准备 所以如果你从plan来做的话 plan的前面是哪一个 别人的action 别人的经验 或者是你以前的经验 或者是在这个行业里头 大家约定成熟的一种习惯 一种做事情的方法 你懂了 所以你开始plan 所以action会回到这边来 所以你开始理定计划 理定计划做 测试看看 试试看 然后做了以后 检讨 checking的这个地方 应该是检查比较适当的 检讨 检查 确认 然后呢 OK了 这套做法 不错 正式付诸行动 正式付诸行动以后 有后果 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 没有人保证你 有了前面的准备动作以后 你最后测试一定会沉默 没有人可以跟你做这样的保证 所以你做了以后 付诸实行以后 你还要展开下一回合 对 对我们再来看一看 后续的会议 第二次会议 第三次会议 第四次检讨会议 有没有 公司不是经常开很多检讨会议吗 第五次工作会报 会议 会报 如果你详细一点的话呢 会做很多的这些做法 可是你把所有这些做法 其实就离不开PTCA 对不对 你看哪个领域不都是PTCA吗 所以不要把它看成只是平管 它是一个非常general的一个concept 任何事都是PTCA 不是Penicillium PT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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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你看看 测之 不就是测之 坐之 行之 让 check checks double check 檢查 檢查就是 看看整个这个行 到底这件事情是什么一回事 对不对 看看敌我双方 让它的行踪 让它的外貌 让整个整件事情的原委 都能够慢慢慢慢有一个 有一个轮廓 能够显露出来 看到没有 这就行啊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check的概念 check的意思是要什么 要确认 确认这件事情 原来是这个样的一件事 对不对 检查 检查的时候你慢慢就 对这件事情就越来越清楚 然后轮廓就越来越清楚 就是行的概念 对不对 行不是只有行自己 也要行对方 行整件事情 行这件事情的竞争的成功的要素在哪里 就是行的概念 正就是check check 是为了 对action做准备 对不对 the action是正式的implementation 正式这件事情的 这一个开始 不足行动 所以啊 如果贸然呢 没有经过上面三个步骤的准备 就贸然大军出发 然后浩浩荡荡的 风风火火的开始去 去贸然的事情的话 那很有可能都会失败收场 所以 先测试 测试而知得失的地方在哪里 这件事情值不值得做呀 得 得在什么地方 对不对 失失力在什么地方 一定有付出嘛 付出就是失嘛 那可能会有所得 你要测试你才会知道 然后 做事呢 就是先测试一下 才能知道动静之力 动静之力是什么 动静之力就是了解 这件事情何时做 对不对 做多少 要做到什么样的地步 才能得到你所要的 做之 然后再来check看看 这个check就是行之而知 行之而知 行之而知死生之力啊 行之让这件事情的外贸 能不能慢慢勾露出来 才能知道这件事情的原委 这件事情的风貌 这件事牵涉到什么问题 国安问题 这个社会问题 经济问题 牵涉到什么样的邻居人等 知道吗 所以这个行之啊 就慢慢把这个问题的来龙去末 都能够彰显出来 行之是这个意义 这个叫做死生之力 然后再来呢 action action就开始呢 开始采取动作 所以我们上次讲到 你要测试 测试呢 先理订出不对策 要先向内看 才能向外看 别大部分开会的时候 就一下就向外看 资讯拿到手 就开始 谈这些事情的很多的看法 而缺少一个非常关键的事 就是看看你内在 到底具备了什么东西 是不是 那就举着这些例子 给大家看一下 所以测试啊 要这样来测 然后去做看看 做看看以后 然后呢 让整件事情的原型 都能够 over出来 让我们知道这件事情 到底牵涉到哪些层面 OK 行之 然后呢 开始 才去动作 开始动作以后 还要再回来 还要再回来 再检讨 再规划 又回到再 所以你看任何事情 是不是都是这样呢 BDC BDC 所以 孙子兵法这些东西啊 其实呢 千年流传下来 其实现代人啊 其实你有很多理论 或是一些做法 其实会跟他的投票 我们从第一篇 讲到现在这边 就是第六篇啊 老师是不是在不少的地方 常常跟你提出一些 这些人 对我们做的处事 做事情都很有幫助的事 到天地降法 这个概念 原意你自信的概念 是不是 还强到那个 什麽概念 是因为 失败 成功 大家直接去追求成功 现在告诉你 原来 失败跟成功 是一体的 你追求 失败 其实 你追求成功的方法 就是你去研究 失败 所以日本人不叫成功学 日本人把 把这套学生叫 失败学 你们有一门课 是不是叫 不是 不是告诉你如何失败 是告诉你的研究 如何成功 如何成功 从哪边研究起 从失败之后 就是有这样的转折 对吧 这门课 你这样陆续这样听下 你会发觉 原来苏职兵法里头 对我们的做事情 它里头有很多的 起发的地方 上一次跟你们谈的概念 也希望你能够 注意一下 就是 开会的时候 要先向内看 先让与会的人 先看看 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 一个条件 然后才能够去做一些 进一步的规划 才向对外看 这就是 这个值得同学人 有意的底 那这些东西都是什么概念 都是虚实的概念 虚实的概念 虚实的概念 所以刚刚所讲的 PDCA 这个测之 做之 行之 角之 其实就是要探索对方的虚实 探索对方的虚实 就是了解对方的底 摸这件事情把它摸清楚 要把一件事情摸清楚 要把一件事情摸清楚 也没那么简单 你要先tend 你度一下 check一下 action一下 tend一下 度一下 check一下 然后action 才能够真正把整件事情的虚实 把它摸清楚 这样才能够把自己的实 去对准对方的虚 你可以拿你公司的事情来做这样的一个陈述 你的义务上头 你经常碰到的困扰是 你不知道这些事要怎么做 你不知道对方的重点在哪里 虚实在哪里 你立刻就想到这种事 就是厕子 坐子 行子 脚子 然后孙子呢 在虚实里头 非常强烈的概念 就是无形 行人而我无形 那上一次也非常强烈的概念 因为你行 无形的身兼不能归 智者不能谋 因行错胜于众 众不能知 所以人家对我是一无所知 因为我无形 可是别人对我来讲的话 却是透透明明的摆在眼前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却是双方面形成一个极大的队 完全百分之百的优势在我房子里 这个概念也跟大家上一次这样谈到这个概念 是不是 这个概念落不落伍啊 是不是 这个概念怎么样 适不适合现在的人 是不是适合现在的人 适合 不适合 是不是竞争的利器 是不是竞争的一个非常好的 又保护自己 又能让自己呢 能够了解 外在的形式 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懂得意思吗 是不是现代人才要啊 是不是年轻人才要 年轻人学这套方法会有什么好处啊 提到现在 年轻人学这个东西会变得什么 经常我们在谈竞争力 可是就从来没有告诉人们竞争的方法 我告诉各位 你在哪边找到竞争的方法 了不起告诉你 你要有竞争力 什么的竞争力 要如何有竞争力 哪一个老师告诉你 哪一本书告诉你 哪一本书告诉你 哪一本书告诉你说你要怎样有竞争力 比如你要K英文啊 你要什么 你要练身体啊 你要什么 你要读这个读那个 都在知识层面上走 告诉你很多竞争力的方法 和真正面临到两军对峙的时候 谁告诉你竞争的方法 孙子编 那你读到这边请问 你得到什么方法呢 他根本告诉你一种策略 竞争的策略 他告诉你赢的方法 你说算 他的方法不是像说 你要去读英文啊 所以你到美商公司去上班 你要到外国去留学 所以你有竞争力 这些竞争力是没有错 可是呢 从来没有一本书告诉你 我的竞争力 我都有了 我就一定竞争可以赢吗 没有 方法学上投 没有到什么 说指兵法就是这样的方法 然后虚实篇的最后一段呢 要做这样的规纳 他说啊 兵型像水 打仗用兵这件事情呢 就像呢 治水一样 因为兵啊 就像水 这样的概念 水是什么 水是避高而去向 对不对 你把它放高处 它就往低处流 它不喜欢高处 所以你把水看一样 看一样生物 看成一样生物 这个生物啊 它不喜欢在高处 它避高而去向 它说兵呢 你把它看成一样生物 这个东西呢 它不喜欢 不喜欢什么 不喜欢碰到石的东西 你碰到石的东西它过不去 所以它一定专门找虚的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 有一个非常巧妙的一个对比 而且用一个具体的一种 一种形状去描写 兵这件事情 那也告诉你竞争是什么 那这个地方也冲锋告诉我们 竞争的赢的道理 方法学 避时而积虚 这是千古名言 避时而积虚 避开对方的有实力的 铁蒸蒸的 很难过关的地方 避开那个地方 你会不会觉得这样的话 自己太不像 太不像南城大藏国了 太老总 会不会这样想 我们应该勇于挑战 面对任何难关的地方 所以敌人越强 我们比他更强 是不是 你们觉得 这样的说法如何 这样的说法也没错 在正规的学校的教育里头 是鼓励人们 要有这样的气概 对这个是内在精神层面上头 要有这样的意志力 但是在方法上头 如果你一定都是朝着难处去走的话 你会骗你很大 你会付出成本非常承重 方法协商 所以我们走的道路 应该走一条什么道路 走一条主力最小的道路 对手不懂的地方 那些地方 我们把它侦测出来以后 那个地方就是我们努力要迈进的地方 是这种概念 所以这个是冰的基本的一个本质 所以呢他说 拿冰跟水来对比的话 他说水啦 是因地而是油 所以冰应该因地而是水 文学上头非常漂亮 而且在策略在哲学上头 也形成非常强烈的对比 水呢是按照地形 而改变它的形状 你放在一个圆形的桶子里头 它是一个圆形的 你放在方 方形的一条 一个水槽里头 它就形成方形的形状 对不对 那冰是不是也应该如此呢 冰更应该如此 你更应该要适应你的对手 要不要适应对手 还是你千屁一律都用同样的方法 你用同样的战法去应付一切的话 那就不行了 他告诉我们说 你想要竞争的话 你要改变自己 让自己很柔软 像水一般的因地而治流 所以你的简单来讲就是 你要因敌而治胜 按照不同样的对手 采取不同样的战法 你看诸葛亮 去七情梦获 七情七重 这故事大家都知道 七次战法 没有一次是同样的战法 面对同样一个敌人 他摆出不同的真实 他就不同样的战法出来 你们去读读那段故事 所以真正会有竞争力的人 应该要想办法在这一块上头 多多锻炼自己 让自己能够因敌而治胜 但是你要如何才能因敌而治胜 要什么做才能因敌而治胜 你去面谈 你去面试 不同的公司你都讲同样的话吗 不会吧 那你要如何知道你在假公司 你要讲假话 在乙公司要讲乙话 是不是 在真公司要讲真话 你怎么知道你要讲什么样的话 我不是鼓励你们去做假释 我只是说 你必须要 你要怎么做才能知道说 你在什么样的公司里头 你要用什么样一套 呈现你的面貌出来 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哦 同学们 要如果才能具备这样的条件 要怎么做 这个 你去比赛的时候 你明明做得很好 你没有得名 你没有得奖 对方裁判所看重的 正好不是你想要表现的对方 你当然就无力了 对不对 好 在兵法这边让我们了解到 兵法想要了解虚实 一定要先从了解对手 这边开始 自己去 知道吗 了解对手怎么做 了解对手在商场里头叫什么 了解对手在商场里头叫收集商业情报 知道吗 知道吗 搜集商业情报要怎么做 对不对 搜集商业情报 日本人是以情报立国的 我们台湾说什么 以人权立国什么 以农立国 不管 但是日本人很铁真真地就讲 日本这个民族以情报立国 所以他几乎全民都是情报员 以前跟你讲过说 日本在明治维新的时候 派好多留学生去俄国 到德国 德国是他重镇 学习的重镇 日本很多东西都跟德国学来的 到欧洲 到很多地方去学 那你挖了人家很多的宝贝 你要带出来不容易让你带 所以他们把那些挖来的机密情报 就藏在哪些地方 有没有跟你讲过 藏在身体里头 藏在他的胃里头 就现在在祖师运毒的那些人家 塞在钢门里头 吃进去 然后到了平安的地方以后 再把它放出来 这套东西啊 日本非常在乎 即使到了今天 全世界最大的商社 最大的商业情报中心 都在日本 日本有七大 七大商社 第一大的是哪一家 就是野村众和政绩 你只要 你如果跟他联系 你只要打一个任何你想知道的东西 你打进去 他的资料庫立刻就跑跑跑跑 然后分一出来 他号称说在30分钟 在30秒当中可以提供 全世界股市最新的动态 什么东西 他这个资料庫几乎应有近年 这是连军事科技 张总统无不爆发在里头 就是他的商业情报 做到如此的地步 那你看看如果他的情报做到这种地步的话 他就了解全世界的状态 所以他不只了解他的敌人 他也了解他的自己 了解每一个不相当的国家 所以他能够很快做出角色 来研判行事 这就是竞争的意气 知道吗 我没有看到我们台湾哪一个企业部 企业部企业部企业部公司 在做这样的事 我们台湾的企业部企业部公司 做的事 那政治方面比起来 那差了很多 所以如果你能够 瞧这方面去努力的话 说不定你就可以走出方向出来 这是竞争的力气 所以虚实篇所讲的这个道理 大家知道了吗 虚实啊 所以唐太宗才说 兵法其实说穿的一切就是在虚实 这个讲的是概念 讲的是哲学 但是实际做法上 下一篇就要搞成冰真篇 所以你看他最后几句话 他说呢 因此呢 兵法没有一定的方法 就像水没有一定的形状一样 凡是能够按照对手的变化 不同样的对手 采取不同样的至上的方法的人 就像神一样 他拥有这样的智慧 所以呢 五行金木水火土法 没有一定谁会赢 因为金克木木 克土土克水 水克火 火在克金 所以事实上五个东西呢 互相克来克去 没有哪一个东西是一定赢的 所以事实也无常处 春夏秋冬 谁 谁能够说清楚 哪一季 哪一季 春季最大吗 还是夏季最大 还是冬季最大 是吧 事实无常位 没有一定的位置 他本来就在变化 在周转 亦有短长 月有死生 所以一切呢 都在于 你怎么样去掌握这个虚实 怎么样去灵活运用 所以简单 假设我们来看一下 台湾品牌的虚实 这是一篇我从金周刊这边 摘录出来的 金周刊在前几年的时候写的这篇文章 他说台湾品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台湾的科技产业里头经常出现的 像宏记和宏大电的困境 都是什么样的困境 都有同样的困境 这困境是什么呢 都是从代工起家 转做品牌以后 都是靠什么东西 靠技术 可是你做品牌就要经营 经营这个通道 经营通道的话 花很多的功力 花很多的功夫 但是 慢慢的发现他有一个问题 就是科技啊 他的技术 永远放在消费者的品位之前 看上第一句话 所以设计师必须遵从工程师的需求 而调整他的设计 这样的运作模式和Apple是完全不一样的 Apple是谁在前面 设计在最前面 设计师在Apple的地位是最高的 而在台湾的这些品牌公司里头 谁最大 工程师就是 所以市场要听从他的产品 而不是产品要听从市场 你懂意思吗 所以你会觉得 觉得这里头 既然大家都懂孙子兵法 为什么做的事情会这样做 这样做出来的结果是什么 就是 公司不愿意针对产品的设计 以及使用者互动的研究进行投资 而投资来投资去都是投资在如何降低制作成本 降低它的价格 所以实俗的变成是一个价格的一个战争 公司整个的资源都是投资在制作 了不起你说有研发吗 好吧做一些研发 可是研发我们投入经费也不多 但是有一块是几几乎都是很落后的一块 而那一块却是神兽 跟Apple都很强的地方 所以这一块呢 可以说 台湾科技如果要突破的话 也应该要突破 采取Apple的进行策略 对产品设计要进行长期的投资 而不是只有想到相机成本 所以最重要的是 要从产品的硬体到软体广告销售 必须整体掌控的流程 掌控的所有end user的经验 才能够成功吸引销售 如果大家都了解孙子兵房 为什么那么有钱的 那么样的品牌公司 为什么做来做去 现在这样的瓶颈 你不是懂孙子兵房了吗 你不是学过孙子兵房了吗 是不是 虚实在什么地方 市场上的虚实 本来就是以客为客 本来要了解户客的需求 甚至能够领导户客的需求 那这些有名的品牌 红基或是红达电 你会发觉 愿意投资很多在顾客 在市场上面整个的虚实的掌控上 这反而是台湾非常弱的东西 是吧 所以红基的虚数 不知道它现在变得怎么样了 你了解吗 红基过去的法文是什么 是它有微软跟Intel的强大的奥元 所以所谓的Wintel 它就把软硬体规范好以后 然后呢 就用这套去打市场 但是你会发觉呢 它靠这一块 然后它不在它的产品上头 不断去开发 真正掌握迷心 掌握顾客心的一些产品 所以有什么样的产品 你用了以后 你还一直想用这个品牌 大概我只看到一个 大概就是App 那为什么它能够这么样得顾客的心 就表示说它的产品开发在上头这一块 所以End user的经验的掌控 非常的到位 所以台湾的品牌的虚处 对产品了解很多 对客户了解太少 对吧 这块你们的看法怎么样呢 这是不是台湾整体的 产业的一种趋势呢 虚实 这是一个核心的课题 虚实 那你看Apple跟Samsung 一直都能让顾客感觉它是顾客 那为什么蒙基不能一直包一个顾客呢 他不能用了它以后不断在使用它 台湾企业太着重在硬体的思维上面 所以你从虚实去分析它的话 你可以看出一些端理图 所以看事情 要不要养成一种观点 就是一种虚实的观点 知道吗 那怎么去观察虚实呢 孙宾这边有一段文字 它说 善战者见敌之所谈 看到对手的长处 就知道对手的短处在哪边 看到敌人不足的地方 也就是它的短处就知道 敌人的长处应该可能是在哪边 这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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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吗 现在我们举一个例子 我们来看一下 靠创新举设的公司 这不是现在最夯的 大家都要谈创新吗 所有这些创新的公司 你觉得它的长处都是创新 它很有创造力 那它不足的地方在哪里 有没有 你知道它的长处 你就可以研判出它的短处在哪里 或者是高资本密集的公司 它的短处有没有 或者是通路行业 像全年 像Seven 像Family Mart 这些公司 通路行业 短处在哪里 代工者 难道一点好处都没有吗 代工者是 只是半个代工嘛 我们一直听听我们自己 都是在做代工 代工业者有没有长处 在哪里 区域型的银行的长处 跟它的短处 分别在哪里 你养成这样的习惯以后 这就是在研判 对一件事情的看法 就可以知道它的虚 跟它的实 养成这样的习惯 看到它的长处 就可以知道它的短处 见敌之所长 则见 则之其所短 见敌之所不足 则之其所有 所以见圣如见日月 日月是非常容易看得到的 所以 它赢的方法 错就是举错的错 不是这个对错的错 它举错能够胜利的方法 就好像以水的胜物一样 这很简单的书 魔力珠这样的影光出来 所以能够动落观火 观察虚实 就是各位同学 你在商场上头 能不能培养出这样的一种 看虚实很明确的 很sharp的这样的观点 那这段文字我以前讲过 有形之土莫不可明 有名之土莫不可胜 有名之土莫不可胜 对吧 好 现在我来看一看 创新型的公司 长处是创新 靠创新吃饭 它的短处会在哪里呢 想挖住取宠的人 短处在哪里 它的长处是 跟他在一起很快乐 会讲笑话 每天都有成诸不穷的新的点子 它的长处是创新 创新就是期嘛 短处在哪里呢 风险比较高 是 风险比较高 什么样的风险 就如果今天一个公司 它是一直创新的话 那用每个新产品 就是你在还没上市 或是你遇到市场 会怎么走向在市场便不一定 跟其他预测所影响的一样 嗯 然后消费者怀念 不一定是 就如一所预测之后 会接受这种奥运状态 这样 是 OK 鄭婕宇 你的看法 我们同一堂的看法 或者你觉得他讲 因为要补充的地方 眼睛可以闭起来 要耳朵还是要保持 这样子 这样的话效果就好 那个 李逸臻你补充一下 你觉得他的说法 你觉得他的说法 对啊 对啊 还没消化 你就不断推出新的东西 OK 这是 这是他 他本身公司里头 他很有创新能力 很有创新能力的话 一般来讲的话 这公司好像都是 非常棒的公司 否则怎么会有 创新能力 那这种公司会不会有缺点 失败会不会很惨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失败会很惨 如果他如果有创新能力 他如果有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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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不够稳固的话 他创新能力 他如果有创新能力 人家应该是蛮强的 所以才能不断推创新能力 新能力 都没出来 对不对 如果他失败的话 应该是任何一家公司 失败了应该都很惨 对啊 不是只有创新的公司 失败才会很惨 周伯伟 你可以看看 好 周伟伟 来 说说看 你们觉得怎么样 喂 创新取胜的公司 你看 大家都觉得 哇 这家公司很棒 有什么样的公司 像这种创新型的公司 什么样的公司 什么 你们想到哪些公司 什么公司 Google OK 那你想想看Google Apple呢 是不是 这些公司 好像是拥有的全世界 对不对 它们没有缺点吗 这种类型的公司 有没有缺点 有没有短处 成本都花在什么公司上面 研发 研发 OK 但是 一旦他研发出一个 新特性能力 就在成长成长的话 其实他自己 获得能力 可能没有他想象的那么高 没有想象的那么高 模仿者马上就会提出类似的东西 是 但是如果是失败的话 这个成本就只能自己来成长 是 所以 风险很大 是不是 还有如果失败很惨 别的公司好像不会失败就很强 你的意思也是 不是啊 别的公司也 也一样 但是因为他是率先投入这个领域里 不断开发新的东西 所以风险相当 像制药厂 像药品公司 他为开发一件新 一个新的药品出来的话 往往都是花 花钱都花 几十亿啊 你知道吗 开发一个新药 没有像哪一种新药 都像那个 威尔章那么 那么那么 清而易举的 是不是 打东撞西的 突然间都发现一个非常 非常热闻 非常赚钱的行业 是不是 还有没有看法呢 创新公司 你们刚刚讲对了 创新公司 他有他的缺点 那他的风险很大 还有没有别的风险 你们觉得 知其长必有其短 同学 我为什么特别强到这个地方 我们一般人啊 大家看问题 大概全面就是看一面 这家公司不得了 他几乎实权失败 没有任何缺点 你看到这家公司 你好想进去 你想问清Google 喜欢吗 这种公司好呆吗 不好呆啊 有没有风险 有风险啊 他的短处欸 他短处有什么 你说说看他短处 大声一点 大声一点 可能他每推出一个专案 他可能每推出一个专案 然后他的生命组织会比较多 那他就势必要 一直 让每个团队都在很短的时间内想出一个点子 想出一个点子 然后就是 会 不断的 耗 就是团队的能量 会不断的在短期内被消耗 被消耗 那 没关系 新人不断的进来 进来进来进来 所以 被炸光了 就出去出去出去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嗯 好像也不是这样 好像也不是这样 那 那你觉得有什么 就你刚刚所讲的 就他的资源和消耗 会比其他还要来得多 高耗的产业 嗯 不是那种 耗水耗电的产业 高耗的 对 比如说 不需要麦克服 比如说那个 HPC跟Apple 那Apple它是每年就推出一个产品 可是HPC之前就是一直采用基海策略 有大有小 然后有国有化 然后里面的 有双核三核四核五核六核七核 诶 可是因为 有请他说 那个 那因为他一直不断的推程 他自以为推程初心 但是他没有一个时间的韵量 反而很容易就是耗尽他的一些 比如说刚刚讲的新鲜的肝 然后或是一些人员的耗数 可能会比较严重一点 那也因为你不断的推程初心之下 你没有那个时间去韵量 反而你在推程初心的东西 反而会变得比较轻一点 没有那种神 不可能 诶 神颂最近最近有危机 你知道吗 神颂那么大的危机 你看才去年才前年 那几乎是无敌铁星 你知道吗 对不对 看到神颂 大家好好想要打一下神颂 或者想好好研究一下神颂 我们突然间一年 我们突然间陷入很大的危机 所以这种公司都有什么样大的 很大的缺点 他的文化是什么样的文化 你说文化是什么 这种类型的公司文化是什么 讲究快 你一定很快啊 对不对 还有没有 我刚刚是讲说 就是这种上新公司 如果碰到比他还要会创新 比他还要会创新 比他还要会创新 群众的人出现的时候 那他进行的事情 是的 可以 这也是 我只是提到 不好意思 现在上新公司一般 都会维持自己 产品的 船型 像我们苹果 就只是被原本的苹果 一直在做维持性的小型 那他遇到小米的时候 苹果剩下 所以苹果还存在 是 现在还存在 你不靠好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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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靠苹果 还是看好 我本身就买苹果 对 我知道为什么我会 苹果最近也有危机 苹果它赚钱 说真的 昨天才看到一个报道 苹果现在 还是很多的现金进来 但是问题 它像老牛拉车一样 它是个cash cow 没有问题 但是问题 所以这老牛 它还能够不断的 伸出多少钱 它的成长 成长 它的现金的 或许现金的利益 还是有 但是它的成长的 的那个劲头 似乎碰到了一个障碍 有这样一个做法 是 好 我想想 如果说 因为像老师 刚刚提到 比如说 Apple或者是HTC 还是什么 我觉得会不会影响 他们其实还蛮重要一点 是那个领导人 就是可能说 因为贾伯斯在的时候 如果才可以有办法 就是成长那么快 所以可能 他的思考 我就知道 追不确实 就很像是以前的 苹米 苹米在一起 其实也是发展得很好 就是没有想到 就是进几年来 就是也是摔退 是啊 所以会不会说 其实靠那种 创新产业的 它其实 它的 甚至周期很短 所以你为了要 你要不断的去sustain它 天才火 你的意思是 就是 就是 我就觉得说 会不会说 它的风险 其实不一定是在产品上面 反而会是在领导者 就是 如果它的领导者 突然看你一个的话 可能就不一定是 能不能老线那么优秀 任何公司 都是由领导者 这边出发 所以领导者是核心 不是只有像这种公司 你这个小企业 领导者做不重要 中小企业是不是也是一样 传产是不是也是一样 都是从领导者里面出来 这本身是结合一体的 所以领导者呢 他能够看到 产品的开发 的这个重要性 他会投入多少钱 他会愿意 他的产品 开发的速度怎么样 这个通通都是 领导者应该做的做 都是一体的做 不是说 产品跟领导是分开的 因为我会想 就是提出这样的想法 是因为我记得 那个Facebook 在刚上市的时候 他就有特别 就有写说 他们的那个 这个女生 他很财务当局是什么 有的是影响 他们整个Facebook 就是之后 他的走向的最软件 就是他如果 突然离开的话 可能会造成 比较大抵抗 是 所以我才想说 会不会是 因为Facebook也算是 一个靠创情女生 是 没错 所以我就想说 会不会是 其实很多人会在 就是看那个 在投资一家公司的股票 也是会考虑说 他的那个 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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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各位同学 一群人在一起 什么最重要 你知道吗 基本上在讲第一篇 十几篇的时候 就跟你讲到一个概念 他先谈道兵地降法先谈什么 先谈道 对不对 然后天地降法 对不对 那你要有那个道的话 是谁来凝聚重心 找出那个道出来 那个人是谁 那个人就是leader 你知道一群人在一起 最核心的要义 就是那个领导者 就是那个leader 你知道吗 所以领导者 然后后来你讲一句话 非常好 他说啊 在战场上的时候 一切都是零 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人 他等于一 一就是一切 谁 就是将军 将军可以使一群绵羊 变成一头狮子 变得像狮子一样 领导者如果不济的时候 一群狮子就像一群绵羊 知道吗 所以绵羊怎么会变成狮子呢 是谁变的 谁让绵羊变成狮子 是领导者 谁又让狮子 没有办法打仗 没有办法团聚在一起 所以一群 本来一个一个都是 小永善战的狮子 可是为什么后来表现出来 像一盘散沙 都像你羊羊 或是像你羊 是谁 还是领导者啊 你为什么把领导跟 跟产品把它给切割开来呢 对不对 公司一切的表现好坏 谁要负最大的权责 一样是领导者啊 像现在全世界 最热闻的领导者是谁 你知道吗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 还有美国的那个 那个探杂志 封面上头 已经好几次了 选某一个 某一个人 当作封面人物 你知道那个是谁 全世界现在最热闻的领导者是谁 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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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2012年接任 对不对 到现在2015 多久 3年 他是2012年几月 2012年几月 4月吧 4月还是3月 那时候开两会的时候 3月 3月 对不对 开两会的时候 2012年到现在 3年 3年前中国大陆的情势 跟3年后今天的情势 你看有多么大的变化 是不是 是不是 就是因为换了一个领导者 那领导者好多人要暗杀他 因为他危害好多人的利益 你一看报道那好多暗杀的过去 都缓涉到他左右 他还没上台之前就有很多人要杀他 结果他一上来以后还是一样 他居然反贪 要打贪 打什么 打老虎 是不是 不是 这是很危险的事啊 你不让我活 我跟你拼了 看到没有 多少人要拼他一个人 你懂吗 所以他的对手是成千上万的 所有想要打的老虎 每一个都是视他如仇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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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仇 你知道领导者多不重要吗 所以只有一个人等于全部其他都是零 然后或者对将军的说法是这样的所谓 所以是领导者没有说 你们当然还没有体会到领导者的重要性 是吧 领导者强 一群人就很强 领导者弱 一群人都变非常的弱 知道吗 所以everything everything就等于他这个领导者 领导者就是一 知道吗 领导者 那刚刚讲到这个创新型的公司 当然是领导者 他决定要这样做 所以他把这家公司 他决定走这样的路线 那我要问你一个 请各位同学要留意的是 大家一向看到这种公司 觉得这种公司不得了 这种公司一定往美无缺 没有任何确定 就像美国 在2000年以前 你大概很难想象 美国今天也不过15年 以后的今天2015年 你看他全世界的态势 他的气势 是不是弱了很多 处处可以看到他很多 国家走向衰败的一些征兆 所以没有什么东西是天下无敌的 我要告诉各位 就是刚刚孙斌讲的一句话 你要看到一个很强的地方 你就能够知道 这个人有他很弱的地方 知其所有余 即知其所不足 所以没有谁是东方不败 都有他的罩门 那我们要是能够磨练出 这样的眼光出来的话 我们去看事情 就能看两面 而不会永远跟在人家的后面 人家说他好 你就说他好 你就能看出他弱的地方在哪里 所以这种公司的弱点在哪里啊 这种公司的弱点在哪里 求快一定会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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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欲速责任 欲速责任 这一定了吗 人家又快又很稳 快一定会有什么样的问题 一个一群人在一起求很快 求快他会鼓励快 会激励快 然后对那个快 而且抢功功劳获利的这种追求 会非常强调快 求快了 天底下的事情 本来你看 风就有一定的速度 声音是不是有一定的速度 光也有光的速度 这大自然本来就有他的极限 也有他一定的一种速度 每一天就是24个小时 一个月就是30天 就是有他一定的tempo 对不对 那你要求快求新求变的文化里头 你觉得会有什么问题 你想想到那公司上班 如果进去以后 你是不是一定会怎么样去改变你自己 你才会一直留在那种风吹 那这样的文化里头 会有什么样的问题 创新求变的公司 就是有这样的问题 而这种问题 一旦败的话 就像刚刚我们同学所讲的 那败的很惨 而且这种公司的败来往往会很坏 可是你发觉 有一些公司 它可以存活100多名以上 100多名以上的公司在世界上不多 那它的常数是什么 你会知道说 它一定有 跟这些创新求变的公司 是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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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